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今天呢,是美国的七中选举选举日 全美国都在关注 甚至全球都在关注这次重要的七中选举 有人认为呢,说今年的这次七中选举啊 非常重要 说往年选举可能就是一些浪花,一些波浪 那么今年的这个七中选举呢,是一次海啸 说今年选民们将决定美国未来的一个政治走向 非常重要 美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因为这次呢,是敢选这个国会 国会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未来走向 立法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么今年的这个七中选举呢 呃,众院啊,435席全部都得改选 啊,然后参院呢,是改选大约三分之一吧 是35席啊,100席里面改35席 然后啊,各州各地方,也有很大的这个改选 有36州的州长都要改选 几千个地方的行政官员和地方的一些议会席次 都会改选 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次中期选举啊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平台啊 对这次选举的一个预测 今天晚上,这个选举呢就结束了,可能就会开票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都在预测嘛 我们也来凑一下热闹啊 普遍的认为说共和党今年呢拿下众院 哎,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 啊,参院呢,仍有竞争的可能 啊,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在关注这个参院 啊,因为众院啊,400多席啊 可能看也看不过来 啊,这么细微,那么多 而且呢,普遍认为啊 共和党的这个迎面比较大 啊,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关注这个参院 啊,美国几个比较大的 重要的这个选举研究网站啊,预测 第一个叫538网站 昨天7号的一个预测 说参院啊,民主党呢可能会拿下49席 共和党是51席 啊,要是这个局面的话 那就是共和党赢了 啊,100席嘛,啊,共和党就占多数席位了 好,那么另外呢 英国的杂志经济学人 也是做出了同样的预测 说民主党会拿到49席 共和党是51席 另外还有一个网站叫真清晰政治网站 这个网站的预测呢 是民主党今年能拿到47席 共和党会拿到53席 啊,那么那样的话 就共和党赢的比较多了啊 好,另外福克斯news 啊,福克斯新闻预测 说民主党会拿到47席 啊,共和党会拿到49席 好,那么这个竞选策略啊 今年的这个共和党主要啊 现在主攻的就是这个通战问题 啊,经济问题 啊,然后民主党呢 是以这个捍卫民主作为选举的主轴 啊,他们是捍卫什么堕胎权啊 民主选举权是这个意思 啊,那么民主还是不民主啊 要通过选举啊 选一选大家就知道了 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啊,拜登同志 啊,他的这个期中考试啊 分数考了多少呢 啊,大家说啊 这个期中选举啊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总统 啊,一次期中考嘛 啊,考了多少分呢 大家看一下啊 44分,啊,不及格 而且成绩还挺差啊 说是6号 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就NBC做了一个最后的 选前的最后一次民调啊 拜登的支持度持续低迷 满意度只有44% 不满意度达到了53% 你看,大部分人都不满意 而且呢,有80%的民众 对当前的经济不满 70%的民众 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不满 你看,啊,考了44分 啊,还好意思 想连任 啊,说 我今年考了44分 明年我还得选班长 啊,同学们都看不起你 呵呵 好,那么在这个选举上 啊,各大媒体啊 啊,各个社交媒体现在都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主要动向啊 啊,昨天啊,马斯克 推特的新老板嘛 特斯拉的执行长 全球首富 马斯克同志 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惊人的推文 哎,振臂一呼 说,大家都选共和党 一下子就轰动了 大家知道吗 马斯克的推特有多少粉丝啊 啊,一亿一千多万粉丝 你说,而且呢 马斯克的粉丝大家知道 他还不像啊 啊,那个TikTok 啊,上面都是一些青少年 啊,都是一些懵懂的青少年 啊,马斯克的这一亿多粉丝啊 哎,都是成年人居多 哎,都是思想比较成熟的一批人 一亿多人 马斯克在上面一喊 说,大家都选共和党去 这个影响得有多大 啊,在2020年 总统大选中 大家都知道 啊,好像是川普说 他得了多少票 七千多票 七千多万票 六七千万 反正是六七千万 两个人加起来也就一亿多嘛 啊,你看马斯克的粉丝就一亿多 这个影响力是巨大的 那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 他说,共享权力 能遏制两党 最严重的过激行为 因此我建议将国会选票 投给共和党 因为总统是民主党人 哎,马斯克的意思是 权力啊,需要制衡 啊,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了 啊,白宫是民主党 啊,国会也是民主党 哎,这样呢 这个权力啊,怎么制衡呢 啊,三权分立 啊,现在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一个党 啊,就变成了一党专政了吗 不是啊 啊,所以说啊 他即便出了一些烂政策 啊,你也拦不住他 啊,这就是问题 啊,那么 马斯克为什么要向独立选民喊话呢 啊,就是他认为说 铁杆的民主党人 或共和党人 啊,是从来不会把票投给另一方的 就是烂死了,我也得投给他 啊,所以呢 所以呢,独立选民呢 才是真正解决由谁掌权的人 哎,这些摇摆的人 才是两党啊 都要争取的人 啊,所以说 你看,马斯克这遗憾 他虽然是针对独立选民的啊 但是呢 对于那些温和的民主党选民 啊,就是对那些对党忠诚度啊 不太高的啊 民主党员 哎,这个摇望的那一拨人 是很容易被召唤过去的 所以这一嗓子非常厉害 啊,别看 马斯克在推特上啊 发任何一条推文 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所以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呢 非常的明显 啊,就连马斯克这样的啊 商界大佬 啊,原来一直都是挺民主党的 哎,现在都转向了 这个示范作用啊 是非常巨大的 好,那么说到这个 选民立场转变的问题啊 最近的这个通胀 确实是动摇了民主党的基本盘 现在是连这个非洲裔跟西语裔 都转投共和党了 本来非裔跟西裔啊 都是民主党的铁粉 现在都开始叛变了 啊,因为你们实在是太烂了 看不下去了 我们还是投给共和党啊 试一试吧 啊,看看他们怎么样 哎,说最近有一个民调 有17%的非洲裔 在本次七中选举 会支持共和党 啊,虽然这个数字啊 这个比例看起来不高 但是呢,我们跟上一次比 上一次2018年的这个七中选举 只有8%的非裔投共和党 你看 这里面 啊,差出了9%的 9个百分点 啊,9%的人派变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啊,第二个 西语裔方面 8月份的时候 民主党的这个支持度 领先度呢 是11个百分点 但是到了10月份的民调 上个月 差距啊,已经缩到了5个百分点 啊,又丢了6%,6个百分点 你看 啊,也证明 很多西语裔的选民 也开始转向了共和党 啊,之所以 啊,这些民主党的基本盘 啊,会发生这种倒戈的现象 啊,就是因为 啊,今年的这个通胀 实在是太严重了 啊,这个物价呀 贵到精神都不太好了 所以呢,导致这个基本盘 哎,都翻盘 可能要翻盘 好,我们来看几个采访例子 啊,第一个 啊,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 一个非洲裔的设计师 叫普里奥洛 他说 他在2008年跟2012年大选中 哎,都是选奥巴马 投给了奥巴马 但是呢,到了2016年 啊,到了2020年 两次他都是投给了川普 哎,也就是说 从民主党转向了共和党 他说他自己已经62岁了 啊,大半生都在支持民主党 但是呢,现在 哎,却走进了共和党的世界 为什么呢 啊,大半辈子都支持民主党 啊,到了晚年 啊,晚节就变节了呢 啊,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 啊,第二个选民啊 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 一个巴西裔的咖啡店老板 叫奥利维拉 他说 他呢,是带着梦想来到了美国 但是呢,今天却发现 民主党的政策 哎,正在向社会主义 靠得越来越近 越来越靠拢 说再这么发展下去 随时可能会扼杀他的事业 反而共和党 让他看到了经济前景 所以呢,啊,在政治上 他现在开始转向共和党 啊,所以根据今年啊 现在的目前的形势啊 有很多专家呢就分析 说今年这个其中选举 对于美国的政治来讲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啊,共和党不仅开始争取到了西裔的选票 啊,甚至连非洲裔也逐渐开始改变立场 你看,这个改变其实是非常大的 啊,动了一个根基了 动了民主党的根基了 啊,之前呢 我们的很多啊,亚裔华裔 啊,很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啊,现在 哎,也很多都纷纷的转向了 啊,你从纽约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啊,纽约 现在的预计就是 很大可能纽约今年会变甜 啊,会从蓝变红 好,所以呢 有人分析啊 说一个呢 是通胀的问题 啊,经济的问题 这个民主党啊 让老百姓的日子啊 越来越不好过 这个是最直接 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民主党 现在推行的那一套极左思想 就是在文化观念上 已经把美国拉到了一个悬崖边上 啊,你再往前走 啊,走两步 就下去了 啊,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选民也都 纷纷纷转向 其实呢 也就是 用选票 告诉这些政客 美国 左派 那些激进的 所谓的自由 自由过火的那些 理念 你们已经走得太远了 离美国建国时的那种传统理念 美国人 啊,原本基于基督信仰那种传统价值观 已经被扯得越来越破了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悬崖勒马 及时的转向 是非常重要的 啊,索性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面 啊,在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下 每个人手里还有一张选票 来决定 你这个国家的 未来的方向 啊,这就是 民主制度的一个 啊,在关键性时候 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 啊,平时 反正你选他选他 啊,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在重要 攸关一个国家 生死存亡 啊,未来重要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站在悬崖边 你是跳下去 还是往回走的时候 很重要 啊,有人说 啊,有那么严重吗 哎,真的是 有的 啊,你这个时候 再不把这个缰绳勒住 啊,任由那些 啊,民主党极左的那些 所谓的 啊,自由 过度 过分 放纵 激进的自由派的那些思想 啊,任由那个什么LGBTQ 啊,什么跨性 变性 再这么大力的宣扬下去 啊,那么搞下去 然后呢 暴力犯罪 再这么纵容下去 啊,毒品 大麻 再这么合法下去 美国 迟早有一天 啊,就要毁在这些白左的手里 所以说这些人总是打着自由的旗号 啊,在那宣扬所谓的自由的价值 但是呢 自由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边界啊 啊,你终于过头了 啊,最后 啊,你伤自己 啊,你伤自己 也会伤到别人 任何事情都不能过 我想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啊,之所以离乡背井 啊,来到美国 大家谁也不想啊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下一代 生活在 一个充满暴力 啊,满街都是大马 啊,满大街一看全是同性恋 全是变性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吧 啊,你是希望啊 啊,我们的孩子是生活在 啊,以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啊,还是能够在一个 啊,拥有相对传统的价值理念 相对保守的啊 价值观体系所支撑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呢 我觉得 大部分华人的这种价值理念 应该还都是 趋于相对保守的 啊,至少啊 从我个人而言 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啊,所以说 啊,这次其中选举啊 既是一次基于经济问题 做出的一次重要的选择 同时呢 也是一次啊 基于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 需要做出的一次重大的选择 啊,所以说 选票啊 就在你的手中 啊,投给谁 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但是你一定要用 你手中的这一张选票 来做出你对美国这个国家 未来啊 你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抉择 好,在这里呢 提醒一下大家 请新来的朋友 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您是老朋友 请您点赞 并转发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这个其中选举啊 根据现在的这个预测啊 有很多人认为 说共和党拿下重院 问题是不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共和党一旦拿下了重院 这个重院的共和党领袖 麦卡锡 就会出任中原议长 佩洛西老同志 老奶奶 你就可以退休了 退不退休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反正这个重院议长 是没得当了 就是靠边 说本来这位老同志 这位老奶奶是要退休的 但是呢 说前几天 前段时间 不是他老公被人打了吗 拿锤子啊 所以说呢 他说又考虑 退不退休的问题了 即使你不退休 也成了少数党领袖 到那时候就不是重院议长了 你这个重院议长 跟少数党领袖 那就完全不同了 重院议长可是美国的这个 总统顺位的这个第三号人物啊 是不是 总统副总统就是重院议长 位置大大的下降 那么如果说共和党赢了 麦卡锡就会接任这个重院议长 那么前两天 麦卡锡同志在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他就讲到了他们的一些理念啊 观点 他说如果我要是当上了议长 我们呢 将会专注三大议题 第一通胀问题 第二犯罪问题 第三边境问题 你看 一看就是干正事的啊 同时呢 也会对拜登政府进行调查 你看 当时呢 就像调查 川普总统一样 调查你们 乃至 弹劾拜登 吃开放态度 你看 美国呢 就是谈总统啊 比较容易 就跟谈棉花一样 什么时候想谈就谈一想 谈一次不够还可以来谈两次 不知道拜登老同志都那么大年纪了 耐不耐得住这么老谈 哎呀 也是啊 渊源相报 何时了呢 是不是啊 谈来谈去的啊 谈到什么时候 啊 我觉得共和党要是当选了啊 也别老是这么谈来谈去啊 还是干点正事啊 解决一些啊 切切实实的 实际的问题 把经济搞上去 把通胀搞下来 把犯罪啊 遏制住 把边境防住 这是关键的正事 多干点正事啊 比谈那个老人家啊 更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具体的啊 一些政策跟理念 说对于意志通胀问题 共和党 如果说要是赢了啊 这个前提就是 要赢啊 他会促进能源自主 现在你老是找别人买石油 人家不搭理你 沙特你看 你们自己解决 自己投资 你怎么办 俄罗斯也给你翻脸了 是不是 你还是得靠自己 所以能源的问题 你自己不解决 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这个路子方向 看来共和党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还要尽量做到国会的监督 要削减政府开支 那你不看现在啊 不断的提高这个政府预算 就发钱 啊 这个钱哪来的呀 啊 政府啊 你的钱又不是你自己的 全是税收 全是老百姓的钱 是不是 所以说啊 不不把政府的这个开支 限制住 啊 你的这些税收都不足以来支撑你的政府开支 那还了得呀 啊 但是呢 他说我们不会让美债违约这种事情发生 啊 这是对于通胀的问题啊 第二个关于犯罪的问题 来 麦卡锡说 共和党会挹注更多的资源在警察上面 加强人力和训练 以及研究检查制度 啊 加强警力 啊 研究检查制度 检查就是起诉嘛 啊 你老是啊 犯罪啊 清罪不起诉 那你看 那不就是纵容犯罪吗 啊 民主党就是你看 加州纽约都是清罪不起诉 养了那么多的暴力犯 啊 所以说你看他研究检查制度 啊 我觉得这个 哎 是很重要的 啊 加强 加强警力 哎 是要把犯罪分子抓起来 啊 但是呢 你犯罪分子抓起来了 啊 你检查 这个检查院 啊 不起诉 你说到时候放了就 那也没用 所以说 加强警力 啊 还得做检查制度的改革 所以这个很重要 啊 希望共和党啊 不要是嘴上说说啊 能够干一点实事 第三个 就在边境问题上 啊 国会啊 会提出管控边境的方案 在确保边境安全之前 共和党团呢 是不会提出修复破碎移民体系的法案 啊 但是呢 哎 会对边境管控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法 方案 啊 边境问题 啊 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 啊 另外 啊 说从外国流进美国的这个 芬太尼对美国产生了正面的攻击 这个毒品的影响太大了 也是 所以说啊 边防机构啊 必须要花更多的资源去应付他 应对他 啊 这是对边防边境的问题 啊 所以说 不管怎么做吧 啊 到时候会做成什么样 啊 但是呢 至少 啊 从目前听起来 这是一个正常的 哎 立法机构 啊 应该做 应该管的 这个样子 啊 到底 共和党啊 是不是 只是 说说而已 啊 最后究竟会做成什么呀 那得 看 啊 你得让他去做 做了 才知道 好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还是关于选举的问题啊 这两天呢 都是选举问题 成为了焦点啊 其他的新闻啊 都被冲淡了啊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选举 啊 今天呢 在世界日报 看到一篇报道 说为了选举的这个问题啊 纽约的华人圈啊 也是在微信上 炒翻天了 因为今年呢 纽约啊 州长 副州长 然后呢 国会议员啊 州议员啊 全部都得重选 重选 所以呢 啊 在最近几天啊 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华人的这个微信群啊 也是异常活跃 啊 华人啊 虽然生活在美国啊 大家的沟通交流啊 其实很多还是基于这个 哎 微信啊 讨讨论交流啊 说是唇枪舌战 非常的厉害 真变的啊 就差把手伸进手机去抓对方的头发了 哎 出现了各种争论 攻击啊 甚至谩骂 就是打不着啊 能打着的话 哎就打起来了 好 有人呢 分析 说这种争吵的现象呢 第一 哎 代表着 华人啊 现在对于选举的这个热情提高了 啊 原来是不吵 哎 我们也不关心 啊 现在呢 关心了啊 意见不同 哎 大家吵起来了 啊 说明还是关心了 啊 热情高了 但是呢 啊 你要是攻击 啊 谩骂啊 甚至妖魔化不同立场的对手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就显得 大家啊 对于这个参政还不太成熟 啊 体现出不够成熟的表现 啊 毕竟大家还是刚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啊 踊跃的参政过程中来嘛 大家呢 对于参政 参政啊 还不太成熟 这就是大家的一个分析啊 所以说呢 大家就不要吵了 也不用相互谩骂 如果呢 你要是想提高华人的政治地位 那么就去投票 提高 通过投票 来提高华裔的这个整体的投票率 哎 只有这样 你的投票率上去了 政客们才会重视你 才会啊 听取你的声音 这才是最重要的 啊 你要是在微信里啊 相互骂啊 相互揪头发 最后呢 揪完以后 闷着被子睡觉了啊 也不出去投票 啊 那你骂着完 干啥呢 还伤身体 伤气 其实啊 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 在很多群里面啊 我也加入了很多这个美国这边的啊 一些社区群 大部分的群都是不谈政治的啊 而且呢 群主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 有群规啊 说谁谈政治就踢谁啊 我们这里不聊政治就聊家常啊 因为啊 我们中国人呢啊 是对政治啊 是有抗体的啊 就是多年以来啊 我们是不谈政治啊 不义国事 不论国事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有些人很多人到了美国之后啊 也一下子很难改变过来啊 这种根深蒂固的一些观点 观念啊 理念啊 有些呢 是不知道怎么谈啊 满得给你有这样的权利了啊 不知道怎么谈 有些呢 是还是不敢谈啊 怕你看 是不是谈政治 最后谈出点问题来啊 不敢谈啊 也有一些呢 是生怕啊 观念不同 哎 我谈一谈 我谈错了 人家骂我啊 这什么样的想法都有 其实不存在对错啊 就是观念嘛 是不是啊 立场啊 确实一谈到政治 肯定就会出现不同的理念 所以说呢 在群里面啊 有些群里面啊 有些比较温和的人 一看哎呀 大家那么激进啊 都吓得 我退群吧 不在这里面待了 不安全 有些人呢 一个人吵 吵不过别人啊 反正我吵不过你 行我自退 退群了 有些人呢 一看权力啊 认为这全是傻逼 然后呢 我退群啊 所以说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哎呀 真是啊 现在呢 也是啊 观念立场啊 分歧 价值观的分歧 把人跟人之间呢 搞的是啊 这个撕裂感啊 越来越强 越来越大 所以呢 我现在看到 我在很多群里面啊 基本上大部分的群 都是不谈政治的啊 就是我们讲的是美国政治啊 中国政治 你想谈也谈不了 所以现在很多群啊 最多啊 我现在看到的 我们华人的微信群里面 也就是呼吁大家去投票 啊 关于讨论 哎 确实不多 啊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啊 大家呢 也不要吵 啊 还是去投票吧 好 最后呢 啊 今天 给大家唱首歌啊 今天呢 给大家听一首 听一首demo啊 一个小样 就是我的那首十豪力啊 我写的那首十豪力 当时呢 我在刚写完这首歌的时候 我录了一个小样啊 录了个demo 这首歌呢 是当年我在给我一个学生啊 做国风少年那张专辑的时候啊 我是专门给他写的这首歌 这个写完以后呢 我要给他听嘛 啊 一个唱样啊 我就拿吉他弹了一个版本 啊 今天呢 跟大家来啊 让他听一听这样一个demo的小样版本 然后呢 我们再听一听啊 最后录制完成的一个成品的录音版本 大家比较一下啊 这个呢 录音版本啊 平时大家可能会听的比较多啊 因为我们听到的音乐很多都是成品嘛 啊 就是不成品啊 就是半成品 或者是小样demo啊 这种版本呢 听的比较少啊 今天呢 就给大家来听一下 比较一下 亦何怒 伏听亦何苦 听伏千知词 三难也成熟 亦难复数之 而难心战死 春着街头生 死着长依依 世中更无人 唯有如下孙 有孙母畏惧 出入无关去 牧头是好村 游离也拙人 刀王欲抢走 老夫出门看 离狐亦何怒 伏听亦何苦 听伏千知词 三难也成熟 亦难复数之 而难心战死 存着街头生 死着长依依 世中更无人 唯有如下孙 有孙母畏惧 竹入无奔去 老雨离随衰 青草猎归 既阴和阳阴 有的悲争吹 也就余生缺 入闻既有烟 天云等前途 独云到翁边